各位栽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 大家好啊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 前不久 蒋介石的从孙子回到了蒋介石的老家 你没有听错 蒋介石的从孙子叫蒋友钦 回到了宁波凤华 就是老蒋的老家 没想到 你看他从孙子感觉有点精神病了 吸毒不进吸洒了 你看他讲什么话 该说赖金德你是个省长 你不是个总统 可以 精神病了 没在说谎言 如果我再说谎言 我在操作假讯息的话 不是就是变成像那样的 我们等一下我们不是也要入那个影 我当然在感觉到 为什么你再产生假讯息 因为我所了解1972年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正式的那些盖章啊 签名啊 什么什么都有啊 什么假讯息啊 对啊 没错 蒋介石的后代说话了 听懂吗 导致一下心观念 爸爸乐乐乐还在家心 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 他跟盗版的蒋介石 合影 蒋介石一样 跟他真正的设计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蒋介石 这是真正蒋介石的 这一岁是 太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有家庭网友吗 他有家庭网友吗 我最想搞不清楚 这个画面就是 有点违和 哈哈哈哈 四宫串错啊 这什么画面 这太 太奇怪了 我应该进了座爱莫的抽屉 对 有心但是我忘了哪个人 我先丢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人哪 这个蒋介石的真孙哪 有病有病 他当众斥责蒋 奈钦德啊 是省长 不是总统 他还表示呢 中国比美国好多了 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很多人要去美国 不愿意两岸一家亲 还说这个台湾应该早点回来 你就说他妈 蒋介石 为什么蒋介石败退台湾呢 啊 你就看看这后代他妈都成这样了 哎 成啥了 一代不如一代 陈一青神明哪 这一看就稀炉稀洒了 绝对是稀炉的 还讲什么1972年公司盖了很多张 驴唇不对的马嘴 刚讲几句话了 你那个 哎呦我天哪 什么蒋介石 你这在天之灵 你 我估计你也不是到天堂的 你肯定 肯定是要到地狱的 你这种人嘛 全是我骂蛋 你知道吧 蒋介石 蒋介石犯了最大的罪 剿匪不利 最大的罪啊 啊 剿匪不利 啊 畜生了你呀 重庆他妈你直接就把 把共匪毛泽东直接干掉不就完了吗 你剿匪不利啊你呀 你把他妈中国多少人给害了 哎呦我天哪 本来这么大中国结果没了 跑到一台湾小岛上去了 成本来是中华民国总统 变成台湾岛岛主了 变成台湾第一代领导人 蒋介石 哎呦我天哪 你们蒋介石你说他这个 这一辈子过得过得能不窝浪吗你说啊 啊 家仇国恨啊 就这他妈还回中国去 哎呦我天哪 家仇国恨 你什么要脸吗你说啊 我就充分反应了 这国民党啊 国民党我就跟你这么讲 这个政党啊 就是不要脸的政党 你知道吧 很多人讲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一个爹生的一个妈生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政党的这个行动能力啊 执行能力啊 天壤之别 国民党啊 国民党是什么呢 一到关键时候 他就要分裂 他在中国比如抗战还是什么打仗的时候 一到关键时候 他就内斗 要分裂 到台湾选举 一到关键时候 国民党就要分裂 他跟他共产党真不一样 共产党是 你看他平时内斗 吵架 文化大革命都成啥了 斗到啥程度了 一到关键时候 共产党高层立马团结起来 在关键关键事情上绝对不能 说咱们他妈内讧了 要把这帮韭菜给震住 红色江山不能留给外人了 共产党一到关键时候 就团结起来了 真的 共产党绝对是地球的癌症了 中国共产党绝对了 中国共产党是政党的极致 他这个政党是拥有国家的政党 他这政党一到关键时候就团结起来了 这也是很邪闻的 一到关键时候 而且内斗天天咬咬 咬来咬去狗咬狗 咬了七八十年 共产党已经快一百年了 杀共产党最多的就是共产党 就这样共产党还没走 你这 真是邪门啊 共产党是叫做 叫什么风雨飘摇中走来啊 从他建党 1921年建党 后来那个 1924年跟国民党分道扬镳 然后国民党就开始追杀共匪 对不对 他就他就开始就是井冈山闹革命 然后两万五千里大逃命 逃到延安种鸦片 种鸦片呢 种种种 一般人打进来了 1937年他就说要传结抗日 一字对外 什么统一战线 后来他停到了1945年 国共内战来了 哎呦我的天 1949年他这一建国 1950年韩战又来了 所以共匪我差 共匪实际上差一点就完了 真的 冷战他又度过了冷战 冷战50年 最后怎么搞啊 冷战结束之后 因为冷战中美国要拉拢他对抗苏联 他这个运气也好 后来苏联完蛋了 然后呢 他又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 因为美国呢 一看中国你这廉价劳动力也要割韭菜啊 夸他一下子 这他妈二三十年让共匪做大了 本来911的时候 2001年美国还想整共匪 911来了 2018年贸易战美国要整共匪 结果2022年俄罗斯又打乌克兰呢 我真 这他妈共匪真他娘的运气啊 哎呦我天呐 真的是他妈天不亡共匪啊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呢 这国民党呢 国民党也是纯粹促成政党 国民党是 他这个政党是不断的产生叛徒 然后不断的分裂 国民党这个政党 他从政党的这个特征上来讲呢 他这个党一直都在找那个爸爸保护 你知道吧 他没有一天独立自主的 就国民党啊 国民党跟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你别以为他妈都是 逆临都是什么无产阶级闹革命 共产党是强调独立自主 以我为主 对吧 国民党 国民党属于 听爸爸的话吧 这个党到今天 在中国打仗 玩不过共产党 在台湾 选举玩不过民进党 促成了 就属于 纯粹不要脸了 现在已经 从当年要反共 现在变成 填共产党屁眼了 现在 就不要脸了 现在属于这情况了 他的国民党其实也不是说 填国民党屁眼了 这国民党也 他不是说就巴结共产党啊 他也是巴结美国 就国民党是属于什么什么人了 建脑谁都跪了 这就是国民党 他建脑谁都跪 他属于这尿性 成啥呢 你说啊 蒋介石他妈呢 包括小蒋老蒋 真的是 把老百姓害惨了 交费不利啊 好吧 我又讲这么多了 希望这两个这些我妈的呢 尤其是蒋介石啊 最恨的就是蒋介石 真的 就我个人 我比恨毛泽东还要恨他 还要恨 就我最恨的就是蒋介石 第二就是毛泽东 你蒋介石交费不利啊 你啊 啊 你说你咋当上总统了 就你那能力你能当总统啊 怎么就把你他妈整成总统了 蒋介石这个人的能力 你整个就是废伍一个我操 优柔寡断 好吧 就讲这么多了 拜拜